附当寒将陈凯伦随其他球员一起练球附建 附当寒将提供 记者林佑陈新北报道 附当寒将重训体能营迈入第二天 虽然报道的多半是年轻球员 但这几天也有不少终生带自愿报道一起练球 其中附建组的陈凯伦正从组底筋膜研究商康复中 他说现在状况越来越好 起床时可以走路 是最开心的 陈凯伦说 组底筋膜研最严重状况是连走路都无法 今年球季刚开始他就有这样的伤势 当时以为是小伤 没特别注意 后来就值得问前辈 找防护员 向张建明前辈就给了我一些建议 现在不敢说会完全好 就希望把伤处附近的集群练枪撞一点 避免再次受伤 陈凯伦说 目前防护员和他说 因能够行接到春训 这阵子他也都没休假 持续复健 之前有时候觉得脚不痛 就会想多练 但防护员说练过头反而容易受伤 还是得听他们的